那個IPEC有過噁心跟不要臉 王定宇那個刑警 試圖把這個會開副神 要嫁禍給民眾黨 我覺得非常恐怖的是 特定的媒體配合像這種造謠的方式 這就害台三部曲 第一個先講不愛台灣 馬過來他開始跟你講說 你不可以愛台灣 最後才變成說 你這個方式不是愛台灣 現在的台灣變成什麼樣子 就是只有你可以愛台灣 我們不可以愛台灣 我們知道有四位NCC的委員 他們借其道了 七月底就滿了 其中這兩位常常寫這個所謂 不同意見書 這兩位委員不約而同的 在我們節目開錄之前 發出公開信 哇 兩個雙刀俠 直言台灣正媒集團化成形 媒體成為政治部門的 輿論宣傳工具 所以兩位委員也擔心 要趕快進行NCC新任委員 人事權同意權的審查 否則的話 雖然三讀把舊法幹掉了 延任委員不能永遠成為萬年委員 那以解決依舊法 延任委員其缺乏新民意基礎與政治正當性的問題 他們也要提醒延任委員會 目前有兩位 有兩位電信 一位法律以及一位經濟專長的委員所組成 並沒有一位是向他們擔任傳播專業 學者來出任這個委員的 這已經是正媒雙七了 正媒怪獸了 合體的怪獸了 NCC是監督機構 裡面卻一位傳媒專業的委員都沒有 你缺乏這些專長的委員在裡面 所以你的審查是不是 缺乏專業性正當性跟代表性 而傳播類的案件 佔整個NCC的業務量 比重又最高 所以由沒有一個傳播專業委員 組成的委員會審查 審議傳播監禮案件 恐怕將引發更多的亂源 講一件事情就好 這兩天發生的事情 因為鋪天蓋地的新聞 那個IPEC 對中政策跨國議會聯盟這件事情 對 我就跟你講 這個有夠噁心跟不要臉 你看看王定雲那個行星 他自己坐在鼓梯面 他鼓人沒去開火 然後還試圖把這個會開不成 要嫁禍給民眾黨 明明明就民眾黨就有參加 而且願意擔任共同的這個主持人 我們遇到什麼 鋪天蓋地 講說台灣十幾年來進不去 都是因為民眾黨 當你也好了 民眾黨才五年 那這個 就開始 這路數從哪裡來 就開始講東講西 好 問題來了 我覺得非常恐怖的是 特定的媒體配合像這種 造謠的方式 抹黑的方式 我覺得很誇張的是說 現在的台灣變成什麼樣子 就是只有你可以愛台灣 我們不可以愛台灣 我今天特別寫這個叫做 《害台三部曲》 第一個 先講黃光琴要主持嘛 我周餘修指控你黃光琴 不愛台灣 你不要參加嘛 再來 當黃光琴講說 沒有啊 我們也有加入了 他開始跟你講說 你不可以愛台灣 最後才變成說 你這個方式不是愛台灣 很誇張耶 都可以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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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應該是台灣人的台灣啊 可是你看iPEG這件事情 多麼樣的誇張 他們大概是沒料到 台灣民眾黨會參加就是 奇怪 台灣人你會可以愛 所以剛剛那兩個委員為什麼要講 傳播的時代 我們以前念信文學說 所謂的真實是 是真的真實還是在製的真實呢 因為我們沒有人在第一現場 我們不知道事情的真相 那透過特定的媒體 配合類似像王廷宇委員這種 是是而非的 等到你出來的時候 他已經說到半點前 但是你出身民進黨 你會知道這招有效 無本生意 是啊 他發發口水 發發臉書 他的民眾 選民相信 他支持的相信就好了 是啊 他把你氣死啊 對啊 所以你就氣死吧